未來月經前,氣血混行得暢順 比較少會出現肚痛或腰痛的情況 但月經來時,氣血去腹宮 有機會令身體其他部份的氣血混行得不暢順 這時有機會出現肚痛或腰痛 中醫來說,分為兩大陣型 分為虛症和實症 虛症是女性吃冰冷的食物比較多 又或者她們本身已經很怕累、很怕冷 這種情況就容易出現肚痛或腰痛 很多時這個痛都是隱隱著痛 喝點暖水或敷熱水袋,這個痛就可以緩解了 虛症的話,通常患者的月經顏色是比較淡 量是比較少的 有時她們都會有面青口唇白 又或者蹲下起床,就比較容易有頭暈的情況出現 另外一個症型就是實症的痛 現在社會女性工作壓力大 又或者受情緒的影響 肛屈氣結而出現這個痛 很多時我們會覺得胸口漲著漲著 我們看回月經的量是比較少的 就是比較紫色和血塊比較多 行經期間,最主要是看過一次月經 有沒有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如果過一次月經,你會覺得自己很頭暈 又或者氣血不夠了 好像臉青口唇白 其實適量喝少許紅棗水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那次月經很正常 有沒有特別不舒服 其實反而建議經後期 之後才開始喝紅棗水 或者吃一些補血的食物 最主要是離完月經之後 可能你喝兩天或者三天就可以了 如果每一次月經都會有肚痛或者腰痛的情況 其實會建議他們過來看中醫 我們會用針灸或者中藥的方法 幫他調理身體 可以介紹一個月位給大家 就是三陰膠 按摩這個月位可以舒緩到筋痛 三陰膠這個月位的定位 最主要在內腳眼上三寸的地方 即是四個環子 勁骨後緣 順時針按10秒 逆時針按10秒 之後看看有沒有舒緩到這個疼痛 如果有幫助的話 可以來回三次這個順序 第二個月位我們可以按壓腎書月 腎書月的定位就是正中線 第二腰椎旁開1.5吋 這個就是腎書月 很多時候大家都未必定到這個位 如果大家真的找不到這個月位 其實可以用一個熱水袋 敷著下腰背 磨熱這個掌心 之後放在下腰背 按著暖暖這個月位 其實已經可以幫我們緩和腰痛的情況